大家好 我是沁衣 很多人常常會抱怨說 時間都不夠用 怎麼事情永遠都做不完呢 但是你看到有些人身兼多職 那麼斜槓再斜槓 還是從容不迫 一副這個非常游刃有餘 為什麼平平我們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差這麼多 今天現場請到了 超級時間管理達人 要來分享一下 他們的時間管理達人 他們管理時間的心得跟訣竅喔 馬上介紹我們現場來賓 第一位就是最強團媽 可宜柔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歡迎第二位是網紅分析師 老王歡迎 大家好 親友好 好 韓國千菜老師 金炳秀歡迎 大家好 好 我們律師李懿臻歡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作家若晴哥歡迎 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最強團媽 這個在網路上這個 團購網購第一名 宜柔你現在 大家覺得你生意做得下下叫 但是其實一開始開團購的 初心只是為了要兼顧家庭 對 因為那時候其實 從生第一個生第二個 後來到懷第三個的時候覺得 因為我媽媽一直希望 要把小孩子 拖給保母照顧 但是說真的 我就是不太放心的那種個性 所以一直很希望 反正就是孩子長大只有一次 還是希望可以自己帶 所以那時候就希望能夠 有一份工作是 如果我在家裡帶小孩 他也可以兼顧到 而且他是比較彈性的 所以那時候是 有點想要替藝人的生涯 規劃一份副業 對 然後那時候 一做就成功 對 還是滿心 因為那時候我做的時候 真的就一做就成功 那時候我做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藝人做 就是我算是非常早期 就直播 然後開始做團購藝人這樣子 因為以前藝人覺得要播 可能要設定好 場景要很好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心情上虛 對啊 有一點藝包 就是比如說我在家 做家社的時候 真的大家在家裡 可能就是穿個家居服 對 然後是素顏 那其實對當時藝人來講 其實這件事情是有一點 感覺跟我們平常給大家的形象 和樣子不太一樣 就是你要等於是放掉那些裝扮 然後感覺比較沒有那種光環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沒有想到最真實月息金 發現其實接地氣大家還滿喜歡的 太真實了 我們來看你三個小孩定商 而且你自己還要上課運動什麼都有 你一天的時間管理時間表怎麼排 其實我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忙 其實我從大概每天 六點半就起床 因為我們家現在哥哥姐姐都是小學了 那我是每天做早餐 對 而且因為他們來吃 看完美股睡覺沒多久你就起來了 就是剛好哥哥姐姐吃得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比較早起來準備 那大概就是差不多他們七點半出門 然後因為老三是大概八點半出門 所以會一路忙到九點 先送完哥哥姐姐上課再回來忙老三 然後再來其實 這個如果是當天有排的話 像今天早上就有重訓 就大概會在這個時間 兩個小時喔 每天喔 沒有到每天 大概一個禮拜會有差不多三天至少 對 就還有打球之類的 再來就是我其實通常 因為我開團的習慣都是中午一點 所以大概以今年這一年來講 可能一個禮拜會開到三到四團來講 所以其實有幾乎四天時間 都會有一點是在開團購 那開團購其實就是要先 線上Hold著 因為客人可能會有很多 比如說訂購的問題啦 或者是選購上的問題 或者是庫存不足等等之類的 很多聯繫上的部分 那再來基本上我會把 就是通常大概在四點 三點半 四點左右 我會開始進行下一個團購直播 對 就是做分享的部分 那為什麼抓這個時間 是因為如果剛好是煮飯的話 小朋友等一下五點多回來 就可以吃飯了 對 就是直接那個時間 要安排得非常緊 無縫接軌 對 大部分其實五點半到九點半 我是不會工作的 因為就是會陪小孩 複習功課 檢查作業等等之類 然後跟他們互動 因為孩子可能就是白天已經上課 晚上就是會跟他們相處 比如說幫忙吃飯 洗澡等等很多雜事 然後再來他們大概九點半到十點 會進去睡覺 那我可能十點有可能會繼續工作 然後或者就是會寫文之類的 其實店上有蠻多瑣碎的事情要做 真的是從早忙到晚 我們來看一下 有你這個管理的第一法則是 你很會把事業跟你的生活做結合 對 就是其實應該是說 事業跟生活做結合 就是有點如同當初 其實我在開始來做團購的時候 是因為想要幫小朋友做副食品 所以我以前是從婦幼產品開始做的 那其實你在育兒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本來就要幫他做副食品 只是拍給大家看這樣 就是會多一個紀錄的工作 寫文的工作 到後來就新增了直播 直接現場做給大家看 就是多了一個反覆 但是他其實跟我的生活 是有點息息相關的 比如說現在可能隨著我 小朋友都大了 我就沒有在做婦幼的 我就是以婆婆媽媽需要的餐廚 生活用品 家電 但是這些其實就是 你每天生活當中 你要不要清潔 你要不要煮飯 會有醬料 湯包等等 鍋子 對 很多很多的 都是跟媽媽有關的 就是分享你最熟悉的 當下的 就是每天生活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當然我覺得其實 以現在所有的職業媽媽來講 本來就是要善用 很多方便的家電 那比如說現在會有洗碗機 我們家一天洗碗機很糙耶 大概都要洗個兩次 十三人份的 對 然後再來 你有最推薦的嗎 智慧家電 像我很喜歡掃地機器人 他出來工作就好開心喔 其實像如果以每天都在煮菜來講 我覺得現在氣炸鍋 氣炸烤箱 應該算是滿普遍 因為他從早上開始幫孩子 比如說烤麵包 然後小孩想要吃點點心 炸薯條 氣炸雞塊 然後每天晚餐要做 可能烤魚烤雞什麼 都可以送進去 然後你送了一道 你就可以另外用炒的 因為爐子大部分是兩爐 你就可以一邊煮湯 一邊再炒個青菜啊 煎個什麼 所以那我覺得它還滿方便的 對 就是它有個時間設定 溫度設定嘛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對我來講 我覺得像現在早上都會幫他們 豆漿機 因為你知道現在豆漿機 已經進化到 它就是你放下去煮 它可以自己洗耶 就是豆子放進去 它就自動清洗 完全不用管它 就豆子放進去 它自動變豆漿 然後自己再把它洗一洗 對 真的已經是完全 有沒有聰明 超級聰明的啊 所以買了以後 就再也不用去幫它清洗 不用 它完全是自動清洗的 不知道要去哪買對不對 真的不知道 我根本不用看直播 然後聽著覺得要買 而且我一開始也覺得說 有可能洗乾淨嗎 因為其實說真的 豆渣一旦乾掉或冷掉 超難洗 你要等到在第二次煮熱的時候 馬上去沖它 才會好洗 所以因為其實我都是從那個 家電的進化 去瞭解說 媽媽在生活上有多麼的困擾 所以我很會做家 是很會清潔 綠豆沙什麼東西都可以放下去 比如說黑豆啊 或者是你要做那個堅穀飲 就是穀類的堅果也可以 然後黑木耳也洗 我覺得好適合我們喔 比較忙的 對 忙碌的人 沒時間洗 不是不喜歡洗 真的沒時間洗 而且它洗得很乾淨 重點是就是經過我認證 它洗得很乾淨 再來就一個我覺得 以我們家來講 就是六個人生活 然後孩子每天帶回來餐盒 每一個孩子三個 然後每天煮的鍋碗瓢瓢瓢 因為我們三餐都煮 所以非常驚人 三餐都煮 聽說你一餐三菜一湯是最基本 然後不到半小時就可以完成 半小時其實真的沒有很難 是因為其實像魚啊 放進去你如果不是做太複雜 口味乾煎 其實它就是煎兩次而已耶 一面下去然後蓋鍋蓋 然後大概就憑經驗 然後翻另外一面 再煎到焦焦就可以上桌了 然後灑一點胡椒鹽 小孩就愛吃到不行 然後另外一個你就可以送到 氣炸烤箱或氣炸鍋 比如說我媽很喜歡用那個炸 雞腿排啊松板豬啊 然後或者是要做一點小點心 炸魚塊什麼都可以 OK 對 然後另外一鍋 其實我可能就煮個湯什麼的 然後再什麼炒個蛋啊等等之類 其實還滿簡單 有時候我會利用燉鍋 滷一鍋滷肉 其實就可以冷凍分裝 你就不一定當餐還要再當次煮 這是你比較平常的一常生活 對就是當然有煮比較多的時候 或者是就平常上菜 其實還滿快的 烤個拳擊也還滿方便的 對 聽她講都一直講 簡單行雲流水的感覺 問一下怡真 你煮一餐要多久 我煮一餐要非常久 應該要一個小時 因為怡柔姐她這樣應該是 她每天都在做 一定是熟能生巧 但是我這邊也真的非常推薦 那個洗碗機跟掃地機器人 因為這個真的是 是舊婚姻的 就是 真的是舊婚姻 因為你光洗碗 然後洗碗 然後還要晾缸 還要誰去洗 誰去收 那個真的夫妻就會吵架 然後掃地也是啊 誰要去吸地 然後哪邊又髒了 光炒這些也是 那像我自己的話 我的工作是 因為我是律師嘛 但是我就會把我的一些設備 都會把它提升 就比方說手機我一定要買最好的 電腦我也要最好的 然後兩個要能連動 那現在5G出來算機梯還不多 但是我就先去申請 因為我下載東西要快 我上網要快 我上傳東西要快 我回復信件要快 而且可以遙控家裡的機器人 那些 對 都還可以再遙控你家裡的一些 一些設備這樣子 就會省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就是把設備提高 其實是有必要的 OK 科技真的瞭解人性 給他們節省時間 那你有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最容易綁住媽媽的時間 不會嗎 對 其實是滿綁住的 但因為還好現在隨著其實哥哥姐姐 已經上了小學 然後其實老三也已經大班了 所以哥哥姐會帶老三 會有一個就是 比如說九點到五點 孩子都是不在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都會利用這段時間工作 就已經開始有一點 就是媳婦熬成婆 可以朝九晚五的概念 對 所以其實他們去上課 家裡沒有小孩 其實我就很好工作了 對啊 你們小孩會養成他們自動自發的習慣 其實我覺得要 因為如果三個你每個都要跟在他屁股 後面幫他做家事 幫他擦屁股 其實真的是一件滿累的事情 所以從他們 我覺得大概大班吧 其實太小 其實也是有一點勉強 就是大班 我覺得聽得懂媽媽話的時候 其實可以開始有一些教育這樣子 就比如說像 每天三個要刷牙洗臉 那那個其實臉盆水都會濺出來 那我非常討厭那個水這樣滴滴答答的 所以我在旁邊會放一條抹布 每天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你們刷完牙漸出來的水 就請你拿這條抹布 把桌面都擦乾淨 那其實一開始聽不懂 我就會有一點告訴他們說 做家事是全家人的事情 所以我就會 只要他們沒做到 我就把他們抓來前面說 做家事是誰的事 他就會說全家人的事 媽媽是庸人嗎 不是 對 天天要精神訓化一下對不對 有點像你知道當兵的口令 就是當他們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時候 比如說我兒子那時候 非常常就是褲子都脫反面 小孩子不會翻成正面 那當然到他中班 我還可以接受 然後到大班的時候我就會 只要他沒有翻成正面 我就把他抓來 我說衣服是誰洗 現在是你洗嗎 不是你洗耶 媽媽每天洗衣服 非常的辛苦 把衣服反過來是誰的事 我的事 對 你要自己翻啊 我翻那麼多人什麼的 我就會教育他 然後再來就是 當然我覺得小孩 可能一段時間記得 還以為我忘了 忘了之後我又再把他 叫關訓話 說做駕駛是誰的事 所以這種洗腦式教育 對小孩是有用的喔 就是 我知道 因為我小孩還太小 我沒辦法這樣 我小孩才兩歲多 還沒有 還沒到那個階段 所以其實像最近五歲半那個 就開始在洗碗 五歲半洗碗 對 但是其實他是自動自發 你不怕他為什麼碗摔破的傷到他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也都在旁邊 我會叮叮他說要小心一點 然後我也會注意一下 洗碗槽裡面 但是我覺得這是好的事情 但他要幫 而且他很可愛 高乾的管理方式 他還踮腳 因為他個子太矮 他已經踩了一個矮凳 然後因為他還是太矮了 他又踮著腳在那邊洗 可是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我就會問他說 你在做什麼 他就說他在洗碗 那我覺得這是揚生 是他主動還是你訓練他 這是他自己主動 可能平常看媽媽做 他也會做 所以像現在 如果是哥哥姐姐吃完飯 我就會說 請你一定要把碗拿去洗碗槽 我不一定會要求他們洗碗 因為我們洗碗機洗 但基本上我覺得 下一個動作就是 會每天輪流 比如說一天是哥哥 把碗裡面都稍微 放到洗碗機裡面 一定要把菜渣沖乾淨 五歲都在洗碗了 八歲九歲不洗碗 這像話嗎 對 下次就是負責洗 一整個碗槽的碗 就是我覺得應該是說 其實把兒子交好就是 當然就是幸福到以後的媳婦 對 那女兒交好 就是可以把他 希望他以後 可以加入好門這樣 就是自己也可以照顧 自己也可以把家庭照顧好 媽媽跟未來的這個 老公跟太太都很幸福 對啦 就是 我覺得自己還是要有自力 就比如說我可能 我媽媽從小訓練我 所以我很會做家事的 OK 好 那宜辰 那你家事跟小孩 聽說都交給專業的 對 因為像我活到快四十歲 我是不洗碗的 三歲五歲八歲洗碗 我不洗碗 所以其實家事方面 我沒有像李柔姐這樣 他全面面俱到 因為我會比較注重在我的專業 工作專業上 那家事跟小孩 我就會放手給別人 比方說家事 我就會請那個家事服務員 他一週就是兩個下午 來我們家兩次 那他就會把該整理的 該摺衣服洗衣服的 該弄的都弄好 然後就是保母的部分 因為是我們家的鄰居 所以也很方便 我就是走路帶過去 然後他 因為都是專業的嘛 他們就是都有經過專業訓練 我都很放心 像有一次我保母他老公 把那個糖尿病的藥放在座上 那因為兩歲的孩子 他就喜歡拿東拿西的 他就拿起來塞到鼻孔裡面去 保母嚇死了 因為噴不出來 他就打電話跟我們講 那其實我聽了就說 好 那看看能不能處理出來 處理不出來再跟我們說 我們再帶去醫院這樣子 那保母也嚇到說 妳好鎮定喔 對 因為急也沒用 他就塞在鼻孔 那我有在電話另外一邊 這邊發功念力說 趕快噴出來嗎 也沒用 媽媽就是急也沒有還是會擔心 果然律師媽媽不一樣 對 但是我就想說 大場面見多了 對 因為保母 而且還活著嘛 還有還能呼吸嘛 當事人目前生命無語這樣 對 然後藥也沒吞下去 那既然保母他有經過專業訓練 他就一定有辦法把它弄出來 後來果真也就弄出來了 所以就沒事 就放寬心 然後交給專業去分工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像以羅傑這樣 對 你是另外一種放下的專業 對 好 我們先請廣告帶來看看 區段化時間管理法是什麼